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当地都市传说的诅咒神奈川片 这个系列由三个故事组成,我们先讲第一个故事,藤湖男 故事开始,女主是一所医院的护士 这天男主因为下海游泳,腿背海里的一种贝壳类动物藤湖划破 然后住进了医院,我们的女主天天的激心照顾 两个单身男女渐渐的产生了感情,成为了男女朋友 这天女主热情的邀请男主来家中做客,并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蘑菇美食 有蘑菇馅饼,蘑菇奶酪汤,蘑菇小炒等等 男主看了不停的咽口水,两个人开心的吃了起来,真是太美味了 随后女主边吃边讲起了自己家的往事 女主很羡慕自己爷爷和奶奶的感情 而爷爷已经去世一年多,奶奶却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不肯将爷爷下葬 女主的奶奶每天都给爷爷插洗身体 但忽然有一天,奶奶发现爷爷腐烂的身体上长出了几个蘑菇 后来随着尸体的腐烂,蘑菇越长越大越长越多 为了不浪费,奶奶就把蘑菇都割下来做成菜,吃不完还经常给女主游寄过来 并且今天吃的蘑菇就是奶奶游寄过来的 听到这里,别说男主了,涛哥都忍不住想哇哇大吐了 女主这时却做了个鬼脸,告诉男主是开玩笑的 回到家中的男主还是惊魂未定,认为这个玩笑也太恶心了 过了几天,男主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口越来越疼 于是找到女主给自己换药,结果打开腿上的纱布一看 伤口上竟然长出了几个藤壶 这么恶心的场景,女主竟然特别的高兴 并且拿出了一把水果刀,一下就把藤壶给挖了出来 男主疼得一下就晕了过去 画面一转,女主重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含热情地邀请新的男友来家中做客 而今天做的是藤壶大餐 新的男友吃得津津有味 而另一个房间里,男主全身缠满了绷带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在男主大大小小的伤口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藤壶 到此故事结束 好了,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故事,悟君 女主是一名高中生 天生落落的她经常被同班的两个坏女孩欺负 坏女孩每天都捉弄女主 甚至逼迫女主吃蚯蚓 女主是敢怒不敢言,只能照做 这天两个坏女孩逼迫女主用自己的手机给悟君打电话 而悟君是流传于神奈川一带的传说 传说有个号码是悟君的 只要有人拨通,并说出悟君悟君请回答 然后挂断电话 在24小时内,悟君就会给你打来电话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悟君任何的问题 但却千万不要回头 因为悟君会把你带到另一个世界 女主在坏女孩的逼迫下打通了电话 并说出了悟君悟君请回答 然后就赶紧挂断了 一天过去似乎没什么变化 两个坏女孩还是照旧捉弄女主 这次他们让女主给新来的班主任写了封情书 并且还要让女主当面送给班主任 这个班主任据说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因为涉嫌骚扰绝生被原来的学校开除 班主任外表长得老实芭蕉 就是有些猥琐 收到女主的情书 班主任有些受宠若惊 晚上回到家中 女主接到了悟君的回电 吓得赶紧扔掉了手机 第二天 坏女孩又逼迫女主 当着班主任的面脱下了内裤 还让班主任套在了头上 而躲在一旁的坏女孩 看到这个场景笑成了一团 并且拿出手机拍下了班主任狼狈的模样 受尽欺凌的女主回到了家中 难过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悟君的电话再次打来 这次女主并没有害怕 而是问了悟君一个问题 如何能不担责任杀死欺负自己的两个坏女孩 悟君果然告诉了女主答案 于是第二天 女主主动约班主任那个啥 说愿意嫁给班主任 前提就是杀掉欺负自己的坏女孩们 而这个班主任脑子本来就不正常 听到这个好消息竟然刺激的疯掉了 班主任果然实现了女主的愿望 用刀砍死了欺负女主的两个坏女孩 而故事的最后 女主来到了电话亭 又再次拨通了悟君的电话 不料悟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女主回头一看 一个阴森恐怖的小男孩躲在电话亭里 两眼死死的盯着女主 接着女主就消失了 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故事 你是谁 神奈川当地有一个研究所正在进行格斯塔崩溃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让一个人每天对着镜子问自己 你是谁 翻复十次 坚持三十天 据说就会让一个人崩溃 而男主就是被选定的实验人 负责实验的主任答应男主 实验结束会给男主一百万日元 而男主要做的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 对着镜子喊十遍你是谁 连续一个月 然后用摄像机记录下来 实验刚开始时 男主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 对着镜子说完就该干嘛干嘛去 但接下来 男主开始一天一天的不如不正常的状态 神情恍惚 经常晕倒 言语也越来越不正常 主任看到男主的情况 劝男主停止实验 因为过去有不少人因为这个实验疯掉了 但男主竟然还偷偷的在做实验 最后两天 男主竟然失联了 等警察来到男主家查看时 房间里空无一人 男主神秘的失踪了 桌子上只留下了一盘录像带 里面记录着男主最后两天的情况 录像中的男主已经完全崩溃 接着灯光一闪 镜子中的影像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故事的最后 镜子中的男主和现实中的男主 朝着镜头诡异的一笑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